我们是在一个老楼 然后你看我们楼下是这样的 然后楼下这个保安 曾经告诉我 他之前只是送外卖的小哥 这个是我那床上被子的被罩 上面有一块这个血系 没有洗干净 然后有一个很好的医护小姐姐 马上想去帮我找新的 就是干净的床单之类的 但是就是送来的床单里面还是脏的 酒店环境就是 就是一个废弃的楼 刚进去宾馆直接没有钱开 然后就让我们交钱 你说一星星交十四天 就五千八百八是十四天 一天是十四天 肉吃但是不好吃 而且有不方便吃猪肉的 他每顿饭都是猪肉 我之前洗澡洗的是两水澡 WiFi是没有 电视也看不了 有四个插座几乎只有一个是可行的 每个上面都是这样 这个浴缸里面很脏 上面的淋漪头是这个样子 但是开水之后 只会下面出水 酒店人在身边 这洗手台真的特别的不干净 都不敢动它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淘安城壁馆 从这个外观来开 这个酒店的楼确实有点旧 怎么说你看楼底上的这个屋渍 看出出来它是一座比较旧的楼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 请稍后再拨 一五人员上来 让我们收拾行李说要还 然后住在那边 也能看见那边 有看见好几辆救护车来了 过了一会之后 一五人员上了 那边那个房间敲门儿童子吧 就是跟我